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同框仿佛是同龄人 就在上个月 少美琪出席活动时 也大谈保养的心得 指她全靠减少吃淀粉物质来瘦身 陈琳丽是港姐出身 随后进入演艺圈发展 2012年 她二婚嫁给了新加坡的隐形富豪刘宋明 婚后 面对丈夫的出轨 陈琳丽没有选择与丈夫大吵大闹 而是默默容忍 这才保住了自己豪门少奶奶的位置 作为陈琳丽多年的闺蜜 邵美琪也曾两次面对男友的遗情别恋 或许情路坎坷 令她伤透了心 56岁的她至今未婚 1984年 19岁的邵美琪 因参加了TVB第二期议员训练班 而进入了娱乐圈 年轻时候的她 眼神清澈 明艳动人 颜值上的优势 让她很快就躋身了 TVB的当家花旦 红极意识 1990年 邵美琪凭借 《我本善良》中的 十一鸣一角 与温兆伦成为1990年代观众 所公认的最佳荧幕情侣 隔年 她又与黎明 在《今生无悔》中 谱出了一段 凄美的爱情故事 就在邵美琪处于 事业巅峰期的1992年 她与小两岁的郑一剑 传出了绯闻 纵使外界非常不看好两人 但邵美琪扔不顾二人 在事业年龄上的差距 坚定地牵起了郑一剑的手 他们在一起七年 最终还是分开了 分手的时候 双棋夺灭 闹得满城风雨 郑一剑因此被骂渣男 梁永琪也背上了 小三的骂名 邵美琪还通过朋友发声 希望外界不要给郑一剑 太大的压力 不要再骂她了 她到底还是心软了 原谅了这个 刚分手就找了新欢的前男友 十多年后 邵美琪才公布了新恋情 男友是比她小十岁的 师祖男 两人因合作电影而认识 谁料 这段感情也没能走到最后 据港媒报道 当初师祖男被传劈腿 所以邵美琪才狠心地离开男友 记者也很遗憾 邵美琪的每段恋情 几乎都没有熬过七年之痒 很快 邵美琪又再次为前任解围 发声到 至于分手 纯属私人原因 并不涉及任何的金钱利益 或者第三者 前女友当到这个份上 或许也只有邵美琪 才能办得到了吧 虽然至今都未婚 但从邵美琪的状态来看 日子过得还算顺心 也祝他永远幸福